這是誰嗎 石舟 還有這個童夏配鈴鈴鈴鈴的 鬧舟 還有身體強強的這個是誰啊 手牙 那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然後他叫做掛舟 我們一起說一次掛舟 沒錯 好多好多的小幫手 那你們找找看我們教室營業的小幫手在哪裡 有找到嗎 在哪裡啊 在哪裡 是什麼形狀的 圓形 裡面是什麼顏色 小顏色 沒錯 等一下 這個小幫手他也會幫我看 小朋友有沒有乖乖聽故事喔 可以嗎 這一天啊 老神仙啊 他決定要把所有的小幫手叫回來 想要聽聽看 到底哪一些小朋友很厲害喔 這時候 掛舟馬上去舉手了 他跟老神仙說啊 老神仙 唉呦我們跟你說啊 住在那個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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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一天啊 就是因為野狼哥哥 唉呦那個野狼哥哥真的是表現得 唉呦夠糟糕的 你趕快去看看 野狼哥哥 我們一起跟老神前去看野狼哥哥 到底有多糟糕好不好 可以這樣 好我們小腳別想感動 小腳別 好 現在進入姐姐說Ready 你們幫我說Go 可以嗎 好準備囉 Ready Go 還沒到耶 再來一次喔 Ready Go 到了嗎 到 哪一個是野狼哥哥啊 哪一個是野狼哥哥啊 哪一個是野狼哥哥 哪一個是 睡覺 天啊 你們看 我已經下午幾點鐘了 野狼哥哥還是在睡 把他叫起床好不好 好那我說野狼哥哥 你們幫我說起床了 可以嗎 好準備囉 野狼哥哥 起床 還在睡 再來一次 野狼哥哥 起床 欸唷 他耳朵啊 還在睡 還在睡 你們會跟他一樣 睡到下午都不知道起床 會嗎 會 會 這麼厲害 野狼哥哥 你真的要在家家遊了啦 哎唷 欸唷 辣起床 誒 他的房間 怎麼這麼 髒 而且好軟 有沒有小朋友 可以 跟我說 野狼哥的房間 哪裡很糟糕啊 阿迪來就說 你 在桌上 他吃完的東西 而且還有吃剩下來的 直接放在桌上 牠 阿迪 他